kills on the bus go round and round all through the town 我都發現這附近居然有一個超厲害的便當餐盒耶 健康餐盒 然後我也蠻想試試看 我剛好也可以拿這個便當去野餐 沒想到人超多的 我有點嚇一跳 這個是特製100元 然後80元的一個 然後你剛剛說要一個幾米 然後我兩坪一樣 大家等一下 還好我們有個先預定 我們就話不多說拿便當之後 我們就去公園 再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個便當 Let's go 好的 我們在新莊的運動公園 就在新莊棒球場富邦漢將的主場 的那個缺打牆計分板正下方 計分板正下方 哈哈哈 欸真的耶 你很厲害耶 因為這裡陳如霸 年輕的時候有來過 它後面這邊是一個公園 然後旁邊也是它地下停車 是一上來就是公園 只要假日啊 這邊人已經爆炸多了 對 那我們今天想說來野餐 但藍莓媽真的是比較懶一點 我不太想要準備東西 今天不是來介紹公園 對今天我們先來介紹這個 在新莊前十大健康餐盒 藍莓媽就是有一天在滑的時候突然先滑到 欸今天剛剛餐盒耶 超想試的 而且它就在運動公園的附近 這個便當餐盒 我真心建議大家 先預訂 這次我特別拜託它 因為它有分蠻多種價位的 有80塊 100塊 150 200塊 所以我就拜託它說 幫我做一個80塊的 它這個鯨魚 我覺得它很軟嫩 它比較像一夜餐 所以它先淹過 然後那下一次之後 是因為比較不會跑出來 根本不會是200塊的 拿起來很沉重感啊 你拿來看 很沉重感 嗯 交給我們的媽媽 然後我們來吃一下這個老蔬雞 我覺得應該就是由陳如霸這種老蔬 才吃得出來這種鹹酥雞的口感 加上裡面的洋蔥 補充一下 它只要是150以上的那個餐 它就會有收這個茶椅 然後它裡面是一個 三角立體茶包 我覺得非常棒 好喝 它有那種淡淡的傻香 我很怕通常這種冷泡茶的店家 就是放了一下 然後它會有那個茶凈味 就是它沒有 它的茶喝起來就是中規中規 而且我發現這個120的餐盒 裡面多了一個蘿蔔 白蘿蔔 真的耶 它每個菜市好像都跟它一樣 開動了 補充一點 那這一間健康餐 其實跟別人最搭不一樣的點 就是說 市面上有太多的這種健康的餐盒 一搭基本上就是只會分 大盒跟小盒 兩個假盒 然後就是菜市的重量點 最不一樣的是它有分了 這麼多的假盒 可以讓消費者自己去選擇 想要的一個份量 大家一定會想說 那200塊的便當 是200塊 比如說像是公司很好 他們可能會出遊 或是活動 或是有什麼會議 就可以去訂這種 比較高級的便當 沒錯 像我們這種親子旅遊的話 我就會幫阿光 幫他訂那種比較高級的便當 以成如爸的感覺來看的話 我會希望是 每一個價位 我們都點來吃一份 看可不可以吃出 什麼不一樣的滋味 其實我今天是有三個白飯 然後我只有一個家子紫米 我覺得紫米真的很是很棒 就像我剛剛說 它放了一段時間之後 它的米不會因為 蒸氣下去之後 變成很濕 很暖的 其實不會 它還是很粒粒分明 我再看一下 沒有跟虎爛的 而且你有發現 其實你剛剛看的這張菜單 它裡面都用了台灣很多的名產 以它的那個雞腿來講好了 它就會用 新鮮的雲林蒜頭醃製 然後像葫蘆豬排 它就是用 優質台灣豬里雞 在就是 普燒仙雕餐盒 它也是選用 台灣雕虎 覺得它非常的 在地啦 學姐你給你吃一口這個 然後你可以說說 看你覺得是什麼樣子 這就是鮪魚 不是 這就是鮪魚 很像鮪魚 很像鮪魚 很高的評價 那我們就等下吃完的時候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 最後的統計 讓你知道 吃飽見喔 掰掰 你剛剛去哪裡 我剛剛去左邊 去對面幹什麼 六花板車啊 六花板車啊 你剛剛在吃什麼 我吃肉肉 你知道那個叫什麼名字嗎 它叫做老蘇 人家是椒鹽老蘇餐盒 不要下班好嗎 你是老蘇雞嗎 不是 不是 那你是什麼雞 不是 那你是什麼雞 我知道它飯量真的很多 飯量是不是非常足夠 對 不管你是80 100 150 200 其他的飯量其實都是一樣的 200的飯量多一點點 100塊跟80塊飯量是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OK啦 下次我訂的話 我會跟他說我的飯一半 然後再搭配一下他的這個飲料 那我們會把這個店家的店 到這裡 大家有興趣 把趕快 電話拿起來 給他電購起來 尤其是老蘇同學 你家有小朋友 我知道 而且你常常加班 對不對 吃外面 沒辦法回家弄給小朋友吃 對不對 這個時候 就需要到這裡 好嗎 OK 那我們今天影片家分享到這裡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個喜歡訂閱 還有分享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應該會不會 尾心 我們會不會 研究一下 跟台詞 說 跟台詞 學校